桃園捷運從106年開通到現在 正朝著三星六線的軌道計畫進行當中 根據資料顯示 未來將涵蓋60%以上的桃園人口來做使用 要來打造北北桃一小時的生活圈 而在這樣子的生活地段當中 今天德友集也發表了記者會 讓我們來看看現場畫面 機場捷運開通之後 我們整個三星六線的軌道建設 也帶動我們桃園整個往上展 業者甚至舉辦了抽獎 以及買房送房的活動 讓原本就具有地段獨厚優勢的德友集 詢問度大大提升 而業者也於記者會現場提出幾點說明 它在這個都會區裡面 是一個類似像度更的改造 它離這個桃園火車站只有7分鐘 然後它的地點是非常優的 就好像是板橋新板特區一樣 但是它的房價只有新板特區的二分之一 所以說這個是它是有非常淺的 包括它有以後的三點 就是說捷運的三條線 還有一些網路的一個 就是機場連接等等 都是涵蓋在這裡面 直接的に這個現場に日本的 何々工法とか何々の製品を入れることは 現段階では行っておりません ただ我々は台湾と日本の風土の違い それから環境の違い そして職人たちの考え方の違いによって 色々生じる問題点を注視して 基本的には日本の品質管理 施工管理の手法を この現場に取り入れ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それからコンクリートをはじめとする 鉄筋の一つ一つの細かいところの施工管理 等を中心に現在行っております 天龍國男儀這句話是否會成真 其實從相關的建設就可以略知一二 而擁有國境之門之稱的桃園 其實外來的發展也是非常指日可待的 週十電子堡綜合報導